说了,我的圆皮为什么永远撞不过别人的知证皮 你快帮我们测测 刚毅是不是偷偷给有钱蛋加成了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 我的鲨鱼也总是撞不过别人 况且高手他们都喜欢用裸蛋 说是感觉比较轻 难道说刚毅真的暗自添加了知证皮的体重 让我们平民玩家难堪 那你还废话什么,已经给你点上赞了 赶快去帮我们测试一下吧 那当然没问题 粉粉的要求我肯定是会满足的 我们先来到第一个测试关卡 旁边就是我的蛋搭子小面 他用的就是我的零花钱买的知证皮 而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小黄蛋 测试规则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下,同时撲过去 看看需要几次才能撲过去 来测试一下我们撲的距离 那么管你听没听懂 测试开始 可以看到最终用了12加同时过来 但是可能是这个最后的门有点问题 导致了黄蛋在前 不过在这之前 也是感觉黄蛋在前面了那么一丢丢 那也可能是世界差异 不过我们还有第二关测试 那么第二关的测试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站在这个线这里 放下对方 然后扑出 看看谁扑的更远 管你听没听懂 平局 正当我以为他们差距不大的时候 测试第三关跳跃高度的时候 却惊讶的发现 制针皮确实有不同之处 你们看好了 看到没有 总觉得要心比黄蛋高了那么一丢丢 就算是慢放来看 制针皮因为模型 也确实有点小优势 但是就是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算到碰撞面积上 想到这个 我也是加了最后一样测试 那就是踢皮球 测试双方需要多少下 才能把对方踢进另一个球门 首先黄蛋登场 刚好旗下进门 再让我们看看 要心的表现 可以看到 也是刚好旗下进门 所以碰撞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这下不惯了 撞不过别人 就是因为我自己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